我們今天要做分離式冷氣安裝 在安裝機器之前呢 原廠來的 內部的接管的螺帽這邊是封閉型的 這邊有一個銅的塞子 從右邊看 這邊有一個銅的塞子 管塞 那這邊的話它是一個小銅管 那我們一般在拆的時候呢 裡面會有氮氣 那確保這個內機呢 熱膠氮氣是密閉的 所以它裡面有罐高壓氮氣 你在拆的時候要小心 不要刻意去剪掉它 有時候剪掉可能瞬間壓力太大 會彈到眼睛 那有些廠牌是用塞膠的塞子 所以有做安全氣閥 那這種的話它是 直接塞一管 然後坐杯型口去做密閉灌氮氣 那我們就要將氮氣換掉 如果這有氮氣表示這台熱膠換器呢 是屬於密閉的狀態 就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我們把壓力卸掉以後 這樣拆的話才不會受傷 有時候壓力大的時候 這個頭會突然這樣很高壓 這樣彈出來就很危險 所以盡量不要用剪的 就是鬆掉螺帽就可以了 鬆掉螺帽就可以了 我們這個也是在下面就先拆鬆 以後再稍微把它盯回去 在空中拆不好拆 這個力量很大 那這邊的話是 一個 銅的 管塞 然後經過緊迫 把它打開 還有另外一種 管塞 我去拿 你在那邊等 另外一種管塞呢 是這種橡膠型的 我剛剛講 橡膠型 橡膠型的管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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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種橡膠型的管塞 有些人直接剪掉 它就會彈掉 很危險 其實這邊 有個活塞 在這個側邊 要塞 要卸壓的時候 用一支起子 這樣子壓下去 這個位置 壓下去 它就會卸氣 所以 有些人不知道的時候 就直接剪掉 那很危險 曾經有 同業有受傷 這個 還是要注意一下 因為原廠 它也沒有告訴你 怎麼樣使用操作 那這邊有個活塞 那這個就是室內機 新機的時候要安裝 要先將裡面的氮氣卸掉 可能有些沒有裝氮氣 就看各家廠牌自己的設定 以上說明